这些是安装支架所需要的零件和工具 首先,取出T型滑块和较短的底座组件 将滑块装入底座组件的凹槽中 每一个组件装入三个滑块 取出较长的底座组件 并对其孔位 取出按8总长52毫米螺丝和六角扳手 将它们连接起来 取出另一个较长的底座组件 取出另一个较长的底座组件 取出滑块 将其安装进较长的底座组件中 每个组件安装两个滑块 取出按8总长10毫米螺丝和护板 将护板安装进去 拧上螺丝固定 重复操作至安装好四个护板 取出滑轮和支撑角 将支撑角拧进对应桶位 将支撑角拧进对应桶位 重复操作至四个滑轮安装完成 翻转至正面 取出纵向机架放在底座上 取出M8总长23毫米螺丝 拧进对应孔位 重复操作至六个螺丝安装完成 将整体旋转180度 将螺丝拧松 提起机架延长部分 拧紧螺丝固定 将整体旋转180度 取出横向机架 将有刻度的一侧朝上 取出M6总长21毫米螺丝 拧进对应孔位 重复操作至六个螺丝安装完成 取出激光器 取出激光器L型支撑架 滑动滑快对齐孔位 取出M6总长21毫米螺丝和电片 将电片套入螺丝 拧进对应孔位 重复操作至八个螺丝安装完成 取出手轮 取出用于保护的胶部 安装手轮 将手轮把手提升至适当位置 拧紧手轮中的螺丝 旋转手轮把手将横向机架提升至合适位置 取出另一个手轮 去除胶部 安装手轮 将手轮把手提升至适当位置 拧紧手轮中的螺丝 旋转手轮把手 将横向机架横移至合适位置 将整体旋转180度 取出电源箱支架 用螺丝固定到滑块上 取出屏幕支架 用螺丝固定到滑块上 重复操作至安装完成 将激光器放在支架上 取出M6总长21毫米螺丝 用螺丝将激光器和支架固定 将电源箱放在支架上 取出M5总长20毫米螺丝 用螺丝将电源和支架固定 将屏幕放在屏幕支架上 取出M4总长14毫米螺丝 用螺丝将屏幕和支架固定 拧紧连接处螺丝固定屏幕位置 将水箱放在底座上 旋转180度 将激光器电源线插在电源箱上 旋紧固定 将激光器上连接的水管插入水箱接口 旋开水箱注水口 加入纯净水 至水位到达绿色部分 关闭注水口 取出屏幕排线 将激光器和屏幕连接起来 拧紧固定 拧紧固定 插入屏幕下方对应接口 拧紧固定 取出电源线 连接电源箱 插入水箱电源线 取出光电固定 取出光电固定软管 将软管安装在镇镜旁 取出M4总长14毫米螺丝 选紧固定 打开光电接口 取出光电感应器 对准凹槽插入接口 选紧固定 选下六角螺母和防滑垫片 将感应器放入圆孔中 拧回防滑垫片和六角螺母 开机前 需先打开水箱电源 等待温度显示至25度左右 取出钥匙 插入锁孔并顺时针旋转 顺时针旋转急停按钮 至抬起 打开系统开关和激光器开关 等待开机 顺时针旋转场径 即可取下 逆时针旋转即可安装 旋转手轮 调整至红光重合 焦距调整完成 点击喷码 点击喷码设置 点击光学校准 输入密码8888 点击对号 点击确定 点击场景房数字 点击键盘图标 输入更换的场景焦距 点击对号 点击退出 点击属性 点击日期 下拉属性列表 点击格式 点击需要换行的位置 点击符号键 点击换行键 点击对号即可双行打印 点击水平缩放旁数字 点击键盘图标 即可修改打印尺寸 点击字句旁数字 即可修改字句 点击喷码 点击喷码设置 即可修改打印速度 点击退出 关闭系统开关 逆时针旋转钥匙即可关机 关闭水箱电源开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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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